欧峰咖啡廳 卖的却是台式古早味蛋糕 平日下午 内用和外带客人不顿 主要客群是南科工程师 很多的妈妈 他们会很愿意一直把它 当成平常的时候一个点心 还有给小孩的一个点心 南科的平均所得 他们的收入比较高 所以他们在买 除了必需品外的东西 他们也会比较愿意花这个钱 三年前看好台积电扩厂 带来的人口红利 五个大男生选在 邻近南科的联坛里创业 主打那一吃不甜腻的 古早味蛋糕 如今已是IG热门打卡地点 刚开的时候 这一排我们是第一间 很多都是投资客买的房子 在这边 但是房子是空的 后面几年开始看到变化 就是人口开始真的住进来 然后即使是投资客 他的房子也会租出去 给南科的工程师 也是因为这样子需求变大 周围的一些店家也开始变多 一大片橘色斜瓦屋顶 坐有绿地和湖景 空中看不到一根电线 形成优美接阔 美食社区是联坛里 最有特色的建筑风格 里名超过八成是台积电人 2022年综合所的中位数 达166.5万 连续六年高居六都最富里 科技新贵在这成家立业 人口数从三千多 暴增到六千多人 也是全台南生育率最高的里 生育率大部分都是来南科上班的 所以年龄层 大概落在三十到四十五岁这中间 或者是说由竹科 直接搬下来南科这边 举家迁移 快速的发展 大概是在这近十年当中 那十年前可能一坪的 一坪的房价可能在十万出头 那以现在附近的一个 最近的一个房价 可能来到了一坪 大概四十万上下都有 这边的话是我们在LM特区的 一个两房的格局的一个标的屋 因为它是中古屋的大楼 本家价格会没落在三十三 三十五万左右 所以中古屋的话 它一直紧追着新城屋在旁 南科议题带动房市 所在的三个行政区 五年内房价涨幅已安定区最高 达百分之八十八点二 周边土地也跟着镀金 碳台积电十八厂 紧隔一条马路 占地一千两百坪的土地 地主开价八千万 当地有个都市传说 南科特定区周边 不少农民靠卖地 便亦万富翁 一千兆期来讲的话 一坪土地应该都是不到一万块钱 甚至几千块钱都有可能 那现在目前行情可能 有机会在 今年或明年会超过十万块钱左右 南科磁系效应带来人潮前潮 连台里出现全台南第一间 大型复合式超商 结合书店 美妆 咖啡厅 连锁健身品牌也在上话区 打造三层楼 进千坪运动空间 短短几年高楼大厦取代农田平房 南科周边小镇大翻身 科技心腹聚落 逐渐成型 东森 财经室文 邀教杰玉琪 台南报道 租足最小房子的时候 往往会到现场查看 或是联系房东 洽询房屋状况 以及租金的价格 另外透过租屋网站 以及APP 也可以找寻周边相关物件 比对租金行情 但要是担心这样 还是会被坑杀 那么未来会有更透明 安全的方法 找房就已经够累了 还要担心 遇到坏房东哄抬价格 租屋租的一肚子气 近年来 政府逐步推动租屋市场透明化 对无可刮牛们来说 是否真的有感 每次我们都要到现场看 才能够知道房东说多少 我们就只能够再看个五百一千这样 租客们的心声 政府听到了 目前规划将从2025年1月开始 就搜集取得的租赁实价登录 包租贷管 租金补贴等资料 以去世别化 且保护个资的方法 逐一公布 要是实施后 登陆案件数增加 也会针对不同房型和物龄细分 朝每年定期公布为目标 租金要怎么去世别化 像老公寓跟电梯大楼 他们本来行情就不一样 而且如果他们是整个区域的话 会不会连办公室的租金 也囊扩进来 就是应该要请他们先公布 他们取样的样本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公布了以后 房租会再涨上去 反正他只要看到说 我这区有人租三万 那我为什么要租两万吧 我当然也要租三万 会担心不是没道理 一旦租屋实价登陆上路后 有没有可能会让这租屋市场竞争更严重 到头来吃亏受害的可能还是租客 另外还得考虑的是租屋黑市问题 钻漏洞的房东可能还是有 会不会是变相助长违法租屋 政府这蓝图画得很大很美 但仔细看问题却不少 租客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只希望真的能达到住客双赢 别只是一场空 东三新闻 无财前随环台北报道 这节的推播话题就要来跟你聊聊 台北巨真的大不易吗 又或者说游子出外打拼 要租房子真的很辛苦 不过现在租屋组的电费新制 已经要上路了 时间就在明天 也就是7月15号要正式上路 那么新制的内容有哪些呢 包括了其实电费 要用平均电费来乘上度数来计算 这个是要要求房东 应该要这么来算电费的 那么平均电费现在算下来 大概是三块钱左右 可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其实在外面租房子 很多时候电费都是由房东来漫天喊价 怎么说啊 其实包括了一般的月份来说 像十到五月 他可能会用一度五块钱来跟你算 那么到了夏季用电比较涨的时候呢 六到九月他可能就会用一度六块钱来跟你算 等于说房东自己怎么喊你都要接受 因为现在整个租屋市场就是供大于求 所以现在呢如果改为这个租屋的新制的话呢 那如果房东你被抓到没有按照电费新制来实施 那么最终可能会罚你三十万 可是我们要来回归到现在在新北市的话呢 其实现在总共有三十万的租屋足 但是实际上有十万的租户 可是如果去登记的就只有六万五千户 换句话说就是有剩下三万五千万的 三万五千户的黑户 那么这些黑户的政府要怎么查 他就没有办法查 除非房客来向政府检举房东 否则他就没有人知道这个房东 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电费的新制来实施 不过现在要开始实施这个电费的新制 对于房东跟房客来说 或许都是各有优缺 又或者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悲观的 从房东的角度来说 他们认为过去这个房租 如果跟行情一样 那可能会租不出去 所以过去他们会用降低房租 可是这个差额呢 他们就会从电费来另外收取 可是现在如果说新制来实施的话 一下就要被检举 那我干脆把房租回归到原本的规定来收费就好 换句话说 未来租金恐怕会再提高了 可是对于房客来说呢 他说现在的租市场是虚大于工 其实需求很多 可是供给的量真的很少 所以一旦我如果要求房东按照新制来收费 那我如果被要求搬离的话 我岂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毕竟我还要再找找其他的地方 其实真的很麻烦 那干脆就让房东来喊价吧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租屋市场 租客真的是非常弱势的 所以现在租屋组在外面租屋 大部分都会遇到了三大纠纷 第一个就是租金没有办法报税 它占了超过一半有57.6% 那么第二个呢是户籍没有办法迁入 可能就占了15.4% 第三个真的很惨 有些人可能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真的会遇到比较任意的来涨租 又或者是说竞争很激烈的地方 所以以上三点都是租屋组很容易遇到的三大纠纷 所以种种的看下来租屋组其实真的是很弱势的 那么现在租屋组遇到了这些弱势的话 其实他们会倾向的想要来租这个社会住宅 第一个他们觉得租金当然比市价便宜 这个是最最主要的理由 其中就占了76% 第二个他们觉得离工作的地点近 可是其实也很难说 毕竟现在设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么另外呢 他们觉得这个是政府出租的设宅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可是纵观整个租屋的条件来说 其实真的是功大于求 也因此我们现在要说啊 租屋正义其实都还是漫漫长路 所以其实现在就算整个用店的心智上路 对于房客来说或许也是很悲观 毕竟就怕房东不出租 那该怎么办呢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话题 因为我们现在能去做出身材料 你觉得这样的这样呢 那就需要把推广链一个 去做这个推广链一个 如果那一节的推广链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